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埃及过红海的英雄 在摩西要出生的那个年代呢 法老王下了一个的命令 所有以色列的男婴都是需要被杀死的 所以摩西的妈妈在剩下摩西的时候 她就做了一个信心的决定 我要把它藏起来藏三个月 这三个月我想应该不容易 因为小孩什么时候哭闹 你没有办法控制 你也没有办法叫她闭嘴不要哭 三个月一到之后呢 约级别她又凭着信心 再做了下一个的决定 她把它放在小小的蒲草箱里面 放到河中 她算一算应该是法老的女儿 要来洗澡的时间 这些都是凭着信心去做的 一个很冒险的举动 结果没想到 最后法老的女儿就收养了摩西 还让约级别成为了摩西的奶妈 可以照顾她一路长大 我想跟你分享的就是 在约级别身上 所活出来的一个对信仰的坚持 对信仰的认真 还有她对神的信心 深深的影响着摩西 以至于摩西她在后面 能够成为以色列人当中伟大的领袖 这个妈妈很不容易 除了摩西之外 还有亚伦 还有米利安 我们可以说这个家庭里面是一门三劫 基督徒 我们所活出来的生命 也正在被旁边的人所看着 也正在影响你周围的人 你所做的决定 你所说的话 其实旁边的人都在看 今天我想鼓励你 让我们一起活出一个 敬虔的生活 有信心的生活 感谢观看